再来看到同样跟车有关 什么样的行车纠纷会让两个驾驶在路上打起来呢 来看到这是在基隆的街头 有一个余姓的小货车驾驶 跟计程车的司机发生了擦撞 结果问奖很生气哦 立刻呢跑到后面 却拿了球棒殴打对方 结果双方也爆发了流血冲突 28号下午2点多 基隆迈进路和巴的路上 小货车和计程车驾驶 把车丢在路中间在一旁打起来 计程车司机拿棒球棍 往货车驾驶猛挥 两人不断拉扯 货车驾驶被棒球棍K中头 身上都是血 警方到达现场 双方还是你一言我意欲 要警察帮忙讨公道 货车驾驶酒车直高达0.87 被打得满脸是血 也不管头上伤口 一直胡言乱语 炒闹过程中救护人员到达 将两人紧急包扎 或者司机酒驾蛇行 尤其车上还载满植物 被检方依公共危险罪送办 但原本问奖是要劝导 不要蛇行 却劝导打起架来 在大马路上上演全武行 虽然货车驾驶不提高伤害 但也不是聪明之举 这里新闻基隆综合报道